你好 你好 有阮大可和我馬王偉 你好 今天這件事鬧得沸沸騰騰騰的 你也說到他很惹火 其實這件事最終應該怎樣處理 你有什麼意見 唉 我都說了 是一聲的 局長我相信是得不到市民的信任和支持 同意 因為他一上任就已經出事了 因為劏房的問題 大家覺得 你有什麼可能找個人去做發展局局長 去處理劏房問題 而原來他自己和他的家族 就是用那件事來賺錢的 而且劏房老實說 也不是很光彩的事情 很多市民也不贊成政府容許這些劏房 市民住在劏房那裡 所以那件事都搞得 真是鬧得不清不楚 現在又弄這件事出來 而現在這些事情出來 就因為不是局長自己 開城報公去披露 而是被人發現 那就已經不好 所以為何今早來開會的時候 他臨急臨亡 又要弄一份聲明來解釋 那份聲明如果你看到 就是沒有頭沒有腳 政府的聲明一定是很清楚的 什麼什麼局長 是幾時幾日 在哪裡說話 這個什麼都沒有 看他的樣子真是很倉促 很急 而他當時也說 因為他說完之後 我就說 喂主席 我是不是可以拍印這份聲明給大家看 他又說 有些事情跟他說 有些出入 有些又怒 總而言之 整件事很明顯他是 就是 就是猛不提防 被人揭發了 但是呢 他也都認為 是要交代 其實他昨晚都好像說那些事情的了 但是他今早九點鐘來了 立法會開會 那麼他要交代 這個也是對的 但是他那兩頁子 就提出了很多問題 就是還要人 繼續去追尋一些答案 是吧 因為香港市民對利益衝突 是高度關注的 是 一友親 或者你們傳媒 都報導很大的 因為大家覺得這些行為 是完全不可以接受 那麼他一方面 他又說自己 是完全按照規矩去做的了 但是呢 那麼你去年九月 你又無端端主動 跟行政長官報告 這個報告呢 在制度 我們不太明白是什麼來的 你申報 和你自己去登記 被人去查閱 這些我們完全知道的 但是你這個呢 你剛才都說了 他七月尾八月初上任 是吧 因為等麥齊光出了事 然後上了任一會兒 你又去跟太太商量 然後呢 九月就主動向行政長官報告 就說太太已經息數授清股份 那喂 如果你做了那些事已經很足夠了 那你何來又需要這樣做呢 嗯 那可能你自己踢爆自己 說制度不好 我 我要做多個制度的事 但是如果你真的報告了 那你就多說些給別人聽 是吧 是 為什麼要吞吞吐吐呢 好像你說的灰色地帶 今早都有議員問他 是吧 那你就是 如果你是這樣說 是什麼事先 其實行政長官 你們又找不到他 打上你們的台 你都問他 他收到什麼報告來的呢 那是不是這些報告不行 因為沒有透明度 那為什麼要報告呢 這個他最重要 是不是他自己 陳茂波局長 都看到制度是不足夠 嗯 他自己有些事很尷尬的 所以有先知之明 先見之明 應該這樣說 對 即是很尷尬的 我想報告 但又沒有渠道給我報告 行政長官你給我報告 還有呢 如果你先見之明 就是你上任的人先見 大哥 你不要上任幾個月才先見